1991年预约人间净土启动新联专户 为筹募慈济医学研究中心经费 即日起慈济基金会与中国女童军 经车教育基金会合办了预约人间净土活动 并且在5月12号母亲节当天 在台大校园举办亲子园幼会 证言法师也立临现场演讲 吸引了15000多位民众参加 是慈济第一场大型公益活动 2000年纽西兰分会成立 慈济新登相传承 来自台湾的慈济志工李宗吉 林亚美以及证言法师的俗家母亲 王沈岳贵女士和当地民众500多人 都出席了这场成立大会 纽西兰总理也致函祝贺 2011年纽西兰基督城强阵 当地志工随即成立救灾协调中心 提供灾民援助